大家好 2023年1月25号 昨天晚上我去看了这个流浪地球 还不错 还不错 整整体感觉非常不错 我带着孩子去的 我们家孩子能给打到八分 我表示负义 就是真的是一个不错的 80分以上的一个科幻片 而且这一次的整个的 包括太空电梯等等 在内的这种比较核心的这种科幻元素 它这个特效做的都非常的不错 当然了 你说缺点肯定是能找出来的 对吧 毕竟中国人做这种科幻大片 还是这算是第二部 第一部是流浪地球一 第二部是流浪地球二 其他的当然也有 对吧 什么上海堡垒 对吧 我觉得那就算了 对吧 那就是连一个游戏CG的水平都达不到 就是电影类的 是吧 就是包括香港拍的什么 一些机甲的东西 那就是比较怎么说 你可以说叫食人牙会 就是好莱坞已经拍烂的东西 那就是用中国人的脸 中国的演员再拍一遍 这个就让我想起了Netflix 现在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 所以它不是一个电影级别的工业 它只是一个电视剧级别的一个工业 Netflix怎么做 就是它找到一个好的剧本 比如说在北美放映成功了 然后英文的剧本 把它同时改成德语西班牙语日语 韩文中文对吧 等等全部改一遍 然后你到各个国家去 你比如说中文的就去台湾去拍 让一帮台湾人去拍 韩国的那就有很多了 就是找一个韩国的电影公司去拍一下 就是把同样的故事 就只是把里边的人头给换了 这个叫David 叫变成金大钟 或者叫什么李扫 对吧 就是变成中国人 或者叫什么山下 什么东西 就叫变成日本人 或者叫什么司机 变成一个东欧的 波兰那边的 大概是这么一个模式 就是一套剧本 他用各个国家各地的这种演员来演 以达到成本最低 因为现在买故事是很值钱的 所以说大刘的刘慈欣的流量地球 这个故事本身是世界级的顶级的故事 然后我们这次能拍出一个80份的电影 我认为是非常的不错 刚才说了 就是合理都上稍微有一点点 稍一点点的这个弱 就是你要跟这个 把它跟这个 比如说火星救援 这个星际穿越 等等这种级别的 好莱坞的科幻大片比 那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差距 包括本子 包括拍摄的这个场景 你像太空电梯 其实就是合理度还不够 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因为你想地球 它在建电梯的时候 还是在有这个自转的 对吧 就是它怎么能够始终的保持 跟月球合理的连接在一起 这个电梯 就是这个里面的呈现还不够完美 它是一笔带过了 就没有去细扣这个人的技术细节了 对 然后剧情相对于很多看完 看过美剧 或者习惯看美剧节奏的 美式电影这个节奏来讲 它有一点点的散 因为它毕竟是由几个小故事来组成的 但其实它这个散它倒也不是没有逻辑 就像我们写文章一样 对吧 就是像美剧它就知道给你起大标题下吧 还有小标题 给你讲的很清楚 一二三四五点 但是可能《流量地球2》的编剧就没有这么去 或者说整个的编导 要么就是本子的问题 要么就是你画面这种呈现的问题 就你没有用画面 把这个重点去突出出来 所以这个是编导导演的功力 就是还跟好莱坞的顶级的这些人 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的 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 但是我觉得同时也是另一个好处 对吧 就是整个剧情的走向 它不像好莱坞那种俗套 好莱坞确实就是一个俗套 先上来一个特别牛逼的人 对吧 然后碰到一个困难 然后去把一个困难解决掉 最后通常来讲 像这种爆米花的电影 都会落到家庭 落到爱 环保等等 这种就很俗套的这种点上来 但是《流量地球2》 它就整个的是自成一体 当然了 最后我也想说一下 对于这个电影本身 最后我想说一下 我去的时候 大概是一个 因为我昨天是周二 晚上去看了5点到8点 那么一个场 算是一个冷门时间的热门场 所以当场的观众数量 我大概看了一下 应该上众率应该能有七成 但是我基本上 我自己只看到了两个 这个家庭大本地或者叫白人 是跟着朋友一起去的 而且是跟着他们中国人的朋友 一看都是中国脸 因为本身这个电影也是中文的 放的配的英文字幕 确实是 就是所谓的老中太多了 就是所谓的老外太少了 这个是说明《流量地球》 就是中国的科幻剧还要努力 对吧 你再来十部这样的级别的剧 你就不愁到时候 没有这些老外金发碧眼 或者是黑人 或者是各种颜色的人 一块过来看中国的片子了 所以说中国的片子 我觉得咱们自己 还是要多支持一下 对吧 尤其是在国外 你不支持 你还指望那些老外 先上去支持 对吧 就是支持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的 而且是不错的片子了 它毕竟也不是烂片 对吧 这个好片的还是可以支持一下 好吧 就是不丢人 但是我今天想说的一点 就是说 我今天早上起来 忽然看到一条推特 就是李大眼 就是原来球评人 对吧 就是写足球评论的家伙 他足球评论写的就那么回事 对吧 华中取宠是有一点的 华中取宠是有一点 但是你说他对足球有多懂 其实也就是 我觉得他跟董物 就是差的还是挺远的 他基本上跟黄建墙是一个级别 就是激励很好 对吧 就是对于球员的那种各种历史 花边 如数家珍 但是你真的让他对场上的这种计战术 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分析 对吧 他很难 因为毕竟这些人 他虽然干一行 但是他也没有那么的去爱行 他这专业度 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高 就是无非就是跟你我相比 他可能就比咱们都看了500到1000场球赛 就是这么一个专业度 至于说他自己有没有亲身的去踢过球 我当然说的不是那种周末兄弟们去约一个养生球 我正经的去踢一个这种半职业的比赛 对吧 就是我相信他们都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哥们 因为在七万年前就是公知最火的时代 微博里边做公知做得很爽 几千万的粉丝 我相信人都是在这种巨大的利益面前 很少有人能把握好自己 所以你看那些明星为什么都表现的素质都那么差 其实他们的素质文化素质虽然不高 但是也不至于说人的素质那么差 但是为什么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子 就是素质跟人品都那么刺 就是因为太嚣张 太牛了 你知道吗 而且是莫名其妙的 就是得不配位的那种牛 因为明星嘛 这个你都是对吧 一个巨火了 你这个就因为你是一个主角 然后你就火了 对吧 然后其实后边那么多人的付出 就把你一个人给捧到塔尖上了 就是这个就完全不是他自己的德行 把自己给顶到那个位置 也包括李大言也是一样 就是他呢 是在那个时代顺应了一些 大家的一些想法 那时候也算是大家的这个思维 刚刚打开过门 对吧 我们说2000年 这个中国打开过门 这个经济打开过门 2010年以后 这个微博呀 包括微信啊 出现了之后呢 这个人的视野 逐步的打开了 那个时候可能对国外的资讯啊 包括这些公知 限制还没有现在那么严 当时他们就占据了很多的舆论高地 这个李大言说了一圈呢 这个背景啊 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很熟悉 不多说了 他呢 今天早上发了一条推特啊 是严厉的批评了流浪地球二的价值观 他认为啊 这个让一拨人为另一拨人牺牲的这个戏 戏码啊 就是太他妈中国 太他妈共产党了 太他妈恶心了 就是你出一看呢 乍一看 他这个观点倒是挺 那个也是挺有道理的 对吧 就是 李旦不也说嘛 对吧 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一个问题 老想让一拨人为另一拨人牺牲 就是老琢磨着让别人为自己牺牲啊 这个是不正确的 对吧 但是你再细想一想他说的这个问题啊 似乎呢 也是有点上纲上线 一呢 就是说流浪地球二 毕竟是一个虚拟的一个东西啊 它是一个科幻片啊 并且它的场景设定的是非常极端的 就是我们现在吃饱喝足了 往电脑前面一坐 手机一拿 对吧 坐在温暖的屋子里边有暖气 对吧 这个看着外边下着雪下着雨 你喝杯热茶还挺舒服的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吃饱喝暖对吧 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能去体会 就算电影拍的再好 你也体会不出来那种灾难片 对吧 就是它是科幻片 也是灾难片 就是地球行将毁灭 这是倒计时 倒计时 到几十个小时 甚至几十分钟的那个阶段 非常非常紧张 大家这个命悬一线 都已经内心绝望的情况之下 那时人类做出来的 所谓的最理性的选择 是什么样 对吧 这个你既然地球的资源不够 那你牺牲掉一拨人 那确实是一个从纯逻辑上来讲 是一个特别正常可以理解的事 但是你从人性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讲 确实你像现在 尤其是大家吃饱喝足 暖和活的坐在这 你让大家去想那个东西 感觉上就是对吧 就是你就觉得他们太残忍 那是其实不是他们太残忍 是因为你现在太舒服了 你没逼到那个份上 好吧 当然了这个李大眼 这是李大眼自己的价值观 就是他觉得流浪地球二的价值观 非常扯淡 太他妈恶心了 但是他说我看完他说句话 我就又想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想到了之前看复联 就是复仇者联盟 对吧就是那个灭霸 响指一打 也是因为地球宇宙的 他是因为宇宙的资源不够了 还是地球资源不够了 我忘了 反正资源不够了吧 这是反正霸响指一打 这个半辣地球的人就随机的 那真是随机的 特别的同所无奇 就随机的就消失了 化成灰就飘走了 应该是全宇宙吧 就是他们挨个每个星球都在去打响指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步 我应该看过 但是实在的就是这个记忆已经非常模糊的一个剧 但是我大概知道 那个剧叫2012 是美国好莱坞拍的电影 2012灾难片 应该讲的是一个诺亚方舟的事 大家花钱去买票 最后就是有钱人 有权有势的人 花钱反正就是能上船 其他的人就都滚蛋 他们宁可保护生物多样性 让动物上船 让自家宠物上船 也不让人上船 大概是这样 所以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想问一下 以李成鹏为主的 认为李成鹏观点正确的人 抽签 响指 还有花钱买票 真正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 这三种方式 你选择哪个 你是选择专制的抽签 还是选择民主的响指 或者是民主的花钱买票 对吧 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 就看看大家的价值观如何了 而且你要一定要设定 到那个时候 真的就是你如果选错了 你有可能就没有了 你就消失掉了 对吧 到时候看看大家的价值观是什么样 但是按我的想法来看 所谓的这些人的价值观 就像李大眼 他们这些人的价值观 说白了 不重要 对吧 就是哪个价值观好忽悠 哪个价值观 能把自己素个精神 把自己捧的高高的 别人摔的低低的 那就给你编什么 就哪个好忽悠 哪个价值观好忽悠 那我就给你编什么 那就给你说什么 我猜这个事真的要来了 你像李大眼这种 早年间是挣了很多钱的 你想想他微博时代 他几千万粉丝 我相信如果他愿意 我相信他也肯定会愿意 他一天至少挣个50万 都不是问题 他只要他愿意 在微博还监管 对广告 对各种植入 监管还很松的情况之下 他是一天挣个几十万块钱 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他是有钱人 对吧 他这么多年了不出来 因为他不需要再出来了 他自己也开公司 他是有钱人 所以我相信李大眼肯定喜欢花钱买票这个事 对吧 因为你甭管是抽签还是打箱纸 对吧 那个都是靠运气 对吧 或者是靠权力 李大眼也没什么权力 对吧 一个都被封杀的公知 应该没什么权力 但是他们买票的钱压是真有 对吧 所以我猜李大眼肯定是选花钱买票 这个是最公正的 对吧 花钱嘛 对吧 就是钱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 最聪明的东西 对吧 钱绝对不会往笨的地方去 所以花钱买票是最正确的选择 对吧 你这样筛选出来的人类 质量也是最高的 你不能把那帮他妈的穷鬼 丫顶的给弄到船上去 给弄到救活 给弄到地下城去救活他们 有什么好处呢 对吧 你人类是要保证多样性 但不代表你人类要把那些垃圾给让我们这些精英给牺牲了 然后救他们那些垃圾 对不对 就我想按照李大眼他们一贯的思维逻辑 就是他们一定是这么做的 但他必定敢那么说 不好意思这么说 他们一定是这么想的 你让李大眼肯定是买钱 买票 对吧 因为牙有钱 对吧 但是我后来又想的好玩的 就跟李大眼他们都是公知 对吧 可能也都认识 对吧 你像富士散人 就是五月散人 对吧 因为趋势本能办法 我都叫他富士散人 富士散人会选啥呢 我就想富士散人平时也是满嘴的人一道德 对吧 就是他是一个很 对吧 天天要对盛上冷嘲热讽 对吧 就是对习近平冷嘲热讽 天天言必称圣上 就用他们满清的架势 富士散人 属于这种 特别你要真的跟他喝酒 我相信真的跟他喝酒 跟他交上朋友了 他得告诉你 他妈的现在共产党不行 还得回到我们满人那个时候 我们还得那样 就是我还得是个王爷 至少是个他妈的驸马 对吧 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 家里至少是个金官 四五品 对吧 大概是这样 当然了 说富士散人日常在做节目里边 不少说 不少吹 他应该是跟北京很多的高层朋友 都是交朋友的 高层的人 做到体制内做到一定程度的人 都是有朋友的 可能部长以上不一定 但是听局级的干部应该认识不少 也算是央官 对吧 就是这个金官 对吧 就是中央的官 金官叫见面大一级 对吧 对吧 我是比你地方官要高一级 所以说就这些北京的金官 清局级的干部 那也级别不低了 所以我就在猜 像富士散人这种有点小钱 但是可能钱也没有那么多的公知 这些人之外 这些人他会选啥 我觉得他没准更愿意选抽签 为什么呢 毕竟他有人 对吧 他上面有人 他另外手里也有钱 他可以拿一些钱 走一些关系 套一些门路 对吧 就像富士散人 你包括翟山英也好 对吧 都是这种人 这当然翟山英是据他自己说 对吧 拿几百亿跟公共味似的 对吧 叫几百亿几十亿的 都不放在眼里的那种超级有钱人 他自己号称自己是全国 全中国能排到前500的有钱人 这个包括翟山英自己 以前也是对吧 当过国家干部 对吧 这个也认识不少高层 估计你像富士散人 跟这个更高一个阶层的 这个翟山英 他们没准更愿意选择抽签 因为抽签确定性更大 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上面一摇人 这个东西就定下来了 然后花点不多的钱 当然这个不多是相对的 绝对数上说出来 可能也会下咱普通老百姓一跳 但是相对 你花几千万上亿去买票 这个还是值的 你花个几百万千百来万去行贿 这个成本是低的 你像富士散人跟翟山英 从来都不愿意会说自己当年对吧 做生意的时候也不少行贿 对吧 但是今天你行贿不行 你行贿就是压就瞧不起你 但是他自己当年行贿 他就觉得那都是财富积累 出于原始积累的时候 就是企业家 都自认为是企业家 有本事的人 自认为那个时候 反正也是怎么说叫必经之路 致富的必经之路 就是没有人绕得过去 他就原谅自己 所以这些人我猜他们呀没准 应该是更愿意选抽签 就是花点小钱 找点高层 就把这事给办了 还有一种人 还有一种人叫什么人 叫徐晓东这种人 徐晓东 小名人小网红 不能说小网红 叫小名人大网红 这个网红 油管也有几十万粉丝 那也不少 对吧 就包括像王菊 对吧 就有这种他们是属于没有那么多的钱 就是比咱一般人是有钱多了 但是他也没有那么就他没有那么嗨的钱 但是同时他们也没有什么高层的朋友 你想王菊就没有什么高层的朋友 对吧 他要有高层的朋友 他能对吧 他没犯什么大事 对吧 他在国内他不像富二散人这种 天天那种反制反华的言论 对吧 他还算是比较讲道理的这种人 讲点道理 讲点道理的人 没有什么高层的朋友 他能被封杀 对吧 很显然他上面没有人 没有人能救他 这会儿都没人救他 能让他回中国 对吧 你想那诺亚方舟的时候能救他吗 那应该是救不了的 所以你像王菊这种 就属于没有那么多钱 他也没有高层朋友 你像徐晓东那就更是了 跟王菊一比那就更是了 那就更没有多少钱 也更没有什么高层朋友 因为徐晓东就王菊一个高层的朋友 对吧 王菊这菊还是个自封的局长 对吧 所以徐晓东 王菊可能跟你我一样 最后都愿意选详旨 为什么 对于我们来讲 如果选花钱买票 那机会为零 因为你没钱 如果是抽签 可能你的机会为百分之 应该来讲是百分之多少 不好说 对吧 你严格来讲是百分之五十 就是你可以说是百分之五十 就是抽中或不抽中 对吧 但实际上你要根据全球人口 这个比例 这个比例是极低的 比如说你是万分之一的希望 对吧 这个万分之一的可能 但是 因为有了富士散人 这些人在里边作弊 你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还要为除以二 甚至再除以三 你可能最后上传的人 说是抽签上来 但真正靠抽签上来 可能连百分之二十都不到 连十都不到 那全是套关系 那叫什么 萝卜坑 对吧 就是萝卜坑上来的 就是人家早就把签放在那坑里了 然后假装抽一抽 人家上来了 对吧 就是你的机会 比花钱买票的百分之零高点了 那可能有万分之零点五 那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 为什么咱们会选详旨呢 因为详旨是真的随机 这是一个宇宙级别的武器 对吧 就真的是随机的 那就是详旨一想 那就是真的是一半一半的几率 大家都是一半的百分之五十的几率 所以咱们这样的穷人 真的是我觉得还是选详旨比较好 价值观确实 那这个看出来了 这个抽签 确实 这个价值观不行 价值观不行 这个详旨确实好 详旨确实好 民主的详旨 大家机会各自有一半 当然说到这儿的话 我也是觉得 就是李大眼 人还可以 这么说的话 李大眼自己 因为人家是有钱人 对吧 就是人家完全可以选择买票 这个价值观最好 就2012的那个电影 2012的那个观点 但实际上 人家为了我们这些穷老百姓 人家愣说 是这个详旨最好 打详旨是最好 这个也是开个玩笑 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我就是说 抛开这些开玩笑的事 我就是说 像这种娱乐型的这种爆米花电影 我觉得大家还是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真的 我今天分析这些东西 都是跟大家唠嗑 开玩笑 就是你像李大眼 这种真的把这种东西 拿出来去当个真儿的一样分析 然后再顺道讽刺一下中国的价值观 讽刺一下对吧 政府讽刺一下刘慈欣的价值观 讽刺一下你中国人群体 他好像他说的 好像他不是中国人一样 他讽刺一下你 就是这种分析弄得太深 就是钻牛咬尖了 他本质上的就是傻 对吧 就是你的这种思维僵化不灵活 就是这么一个逗你开心的 这么一个玩意 就是你郭德光说的 你说相声也好 电影也好 其实你能误导多少 那是你自己的事 对吧 但是本质上人家拿出这个东西来 其实就是伯君一乐 像科幻这种 就是说白了 你套过科幻的帽子 然后大家基本上把这事 编的能自圆其说 对吧 逻辑上能自圆其说 然后也没什么现实价值 没有太多的现实价值 有现实价值都是您自己思考太多了 您赋予他的他其实的价值就是 尤其这个电影的价值就是 对啊 因为这个书很火 对吧 刘思新很火 因为三体 这个我三体拍不上 那我就拍一个其他的 对吧 我拍一个其他的 好拍 这个流量地球好拍 跟人有直接的关系 对吧 然后这里边什么太空电梯 三体这个动画片也好 这个电视剧也好 报到现在那个里边也讲了太空电梯 都没都没有呈现 对吧 那我给你呈现一下 电影级别的这个投资 给你呈现一下 说白了 也就是挣钱的一个玩意儿 人家挣钱的一个玩意儿 对吧 你去分析他那么深 还这个上到价值观 对吧 这个就有点有点傻气 对吧 有点傻气 貌似很忠良 实则很傻气 对吧 你说像阿凡达尔 对吧 也是空外面 阿凡达尔有什么价值观 对吧 阿凡达尔的价值观是什么 就是自己惹了一身骚 对吧 就是得罪了地球人 就跟地球人打 干起来了 打起来了 然后把这个骚气 要带到别人家里去 就是阿凡达 那个哥们不是一个 在丛林里边生活的阿凡达 对吧 他这么的不在丛林里边 带着他带着 带着孩子媳妇 跑着人家住在海里的 阿凡达群体里边去 团团 那个族裔里边去 他把事 他把这种坏事 给人家给带过去了 就这东西吧 你说这有什么价值观 对吧 其实就是一个 看着很爽 对吧 画面很好 然后里边讲了点家庭的价值 什么小价值观 可以 你不要给他升华的太高 对对家人的重视 这些东西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很浅显的价值观 没有什么值得深挖的这么一个价值 对吧 所以我就说像李大眼这种老牌公知 对吧 就是2023年跟2013年的想法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他没什么进步 因为他困在成都 那个地方天天吃个串 天天吃个兔头 他也就这样了 对吧 就是这种他为反而反 对吧 天天的拿着中国跟美国比 就是这种 就这种人挺没意思的 就是好多人也是 就是天天你看这两天 美国跟德国又再拿出更先进的武器 武器给乌克兰去要揍俄罗斯了 对吧 这个骂不了中国 骂俄罗斯就跟骂中国一样 谁让你中国跟俄罗斯好呢 对吧 不敢骂中国 那就骂俄罗斯政府 骂普京大傻逼 对吧 骂普京的同时 脑子里其实浮现的是习近平的这个画面 对吧 就是我知道 这些人其实就是这样的 骂完了之后嗨的不行 对吧 就是他们天天还喜欢问 你们这些不愿意跟我们一块当反贼的人 对吧 你们天天维护中国政府 你们天天他妈说什么所谓中立的话 你们没有立场 对吧 就是你们立场不站在我们那边 对吧 就是维护中国政府 不说他的坏话也好 或者说他好话也好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但是他却不问问自己 天天的诅咒俄罗斯 死绝了 赶紧输吧 对吧 就是俄乌战争 你们俄罗斯能输给体量小自己 N倍的乌克兰 对吧 俄罗斯还是一个拥和的国家 你说俄罗斯人死绝了 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俄罗斯普京都没了 那块地就是你的了 就北约把俄罗斯给占了 那北约承诺你把贝加尔湖还给你了 你还能到那边去放羊 对吧 宿武牧羊 你还能去过去放羊去吗 就算贝加尔湖还给中国了 你真的就能在那边免费的放羊吗 还是说你去放羊 也得给你对吧 花个三五万的买个证什么的 放羊证对吧 就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跟那反 就是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为反而反 就导致这些人 李大眼为首的这些人永远是自相矛盾 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怎么看事实 也不怎么讲逻辑 永远都是屁股决定脑袋 只要是你中国人干的事都他妈的不行 只要是他妈美国人拉的屎 他妈的都是香的 对吧 都是他妈的可以撒个芝麻 就可以开开开饭了 对吧 就是 哎 就是 行吧 反正就是看到了这今儿早上挺责心的 一睁眼 那么的打开推特 就看到李大眼跟那攻击这个流浪地球2 我就觉得挺无聊的 挺无聊的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你这种科幻片的爆米花电影 看看高兴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 另一个就是中国的片子 对吧 尤其是咱们在国外的这些中国人 对吧 咱们自己还是支持一下 因为这片我说了 它不是烂片 烂片咱就不支持了 你就纯为了圈钱来的 人这个片拍的可以 拍的算用心 拍的不是那么的好 对吧 你要跟好莱坞的顶级的东西来比 还是水准上 还是有你要承认差距 对吧 你去追 这个没问题 但是诚意 认真劲你是感受得到 好吧 咱们自己人多支持一下 别他们跟李大眼这种傻逼似的 就是天天的跟那儿 就把这种不该分析的事 就不知当的分析的东西 过度的去解读 就是为了去 能最后目的 他都是同意的 就是为了恶心一下你中国 恶心一下 甭管是中国政府 还是中国人的那种自尊心 对吧 就是有什么呢 对吧 中国人拍个好片子就不行了 对吧 就算有些缺点 又能怎么样 哪个好莱坞的这种大片 商业片没有缺点 对吧 他妈的速度与激情 还把车开到太空里边 大家不也就一笑而过 对吧 行吧 今天这破事 不知不觉 又说了三十分钟 不好意思 浪费大家时间了 好吧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的 跟大家沟通 希望大家有什么看法 给我留言 好吧 今天我们先刷这 我们下期再聊